董军说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 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期盼 渴望日益高涨 亚太地区保持总体稳定 但被卷入地缘冲突的风险现实存在 我们今天的战略选择 关乎地区未来安危和人民福祉 各国应携起手来 齐心协力守护美好家园 董军表示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坚定巩固东盟中心地位 坚定不移支持完善 升级现有合作架构 反对另起炉灶 搞小圈子 坚定维护域内国家团结 反对把集团政治阵营对抗引入地区 坚定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反对挑起争端 诉诸武力 拉帮截火 甚至引入外部势力 坚定深化防务安全合作 推动全球安全倡议在地区落地 打造更加紧密的安全共同体 特别是中国与东盟 要以长远眼光扩大海上共同利益 灵活多样开展海上安全合作 提升共同维护海上安全能力 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 做出贡献 会前 董军与新西兰 印度 马来西亚防务部门领导 和东盟秘书长举行会谈 新疆 北京 您 sogar新疆 3 4 1 4